大家好,今天很擅长生物的路哥来了 所以说我们就正好聊聊生物吧 大家好,我是路哥 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 其实我早就把你准备好了 也是我老早就想问你的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动物非要分两种性别呢 我之前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15世纪的意大利人哥伦布 在西班牙王室的赞助下 开启了新大陆的探索 在给欧洲带来巨大的财富的同时 他和他的传员们也为欧洲带去了可怕的一种疾病 这种神秘的传染病席卷了整个欧洲 被感染的患者会全身皮肤溃烂 精神错乱 最后痛苦的死去 从平民到贵族无一例外 所以你都知道哪些名人得过这种病吗 你比如说莫扎特 舒伯特 舒本华 林肯 梵高 他们都得了这个病 所以你们已经猜到这是什么病了吗 我们评论区里面见 他席卷了人类整整五个世纪 才随着安全措施的发明 以及抗生素的发明 渐渐得到了控制 但是新的危机又来了 艾滋病 2018年联合国统计了艾滋病的感染患者 达到了3790万 每年大约有77万人死于艾滋病 实际上类似于这样的疾病 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们人类 他们一直在变着花样屠杀我们人类 以至于一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提出过这样一个理论 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正是他们促使我们人类建立了 亿富亿气质 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固定的伴侣 是可以有效的控制传染的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性别的区分的话 不就更简单了吗 所以到底为什么要有性别之分呢 火箭书其实说到了很多性别 对我们造成的这种负担 但是我还要继续补导 还要继续补导 性别还有很多很多不好的地方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男婚女嫁 男女结婚需要花很大的代价 买房彩礼嫁妆都是需要花钱的 动物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看孔雀 它为了求我进化出那么大的一个尾巴 那个尾巴不仅消耗能量 而且对它的个体生存毫无价值 还特别容易被捕食者看到 然后你再看熊躺狼 为了能够完成交配任务 会甘愿当慈唐狼的晚餐 这些都是性别带来的恶果 而且因为有两性的存在 人类当中存在很多两性斗争 比如说男权主义女权主义 他们之间的斗争就从来就没有停歇过 而且因为两性 男性没有办法确定 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 女性也没有办法确定 这个男性交配完成之后 会不会变心 他的忠诚度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都是两性 就不用那句这个话吗 叫喜当爹 对 所以因为这个两性的问题 所以就是存在这样的差异 因为他这个生育的成本不对的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 因为有两性的存在 我们的后代只有我们50%的基因 我们的孙子辈理论上来说 就只有25%了 越往后 我们的后代跟我们的关系就越小 但是如果是无性繁殖 我们的后代继承我们100%的基因 再往后永远都是100% 就相当于说是我们的基因 可以稳定的移传下去 这让我想到一句话 就是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我孙子永远是我孙子 对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无性繁殖是有非常多的优势的 所以你看 既然从健康社会和基因层面来讲 似乎有性都不是那么好 那不就更说明了无性真相吗 但虽然这么讲 大部分动物不都还是在有性繁殖吗 甚至植物也是开花 传播花粉受精的 可见有性繁殖还是很重要的 那现在到底有没有什么理论去支撑它呢 现在科学家主要想到了两个好处 那有性繁殖的话 它可以让这个种群内部产生不同的个体 也就是说增加了种群内部的多样性 那它有什么意义呢 那主要是说如果我们种群的个体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 遇到了一些灾难 不至于全部死亡 不至于被团灭 这是第一个好处 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叫做可怜鬼模型 那如果我们的子代和我们的青代是不一样的 那就有可能我们的子代比我们的青代变得更好 那也有可能变得更差 就是说它继承的都是不好的基因 那所以说种群中一定会存在一些替死鬼 或者说替罪羊 它们继承了这个种群当中的一些烈食基因 那这样的个体生下来之后 它要么就是阴年早逝 要么就是找不到对象 那么这样子的话 它渐渐就会 它的这个烈食基因 渐渐就会从种群的这个基因当中给筛掉 所以说有性繁殖可以让整个种群的基因 保持一直更替的变得越来越好 这样说起来呢 确实好像显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说来说去 我感觉好像对个体不利 但是只是对种群 这个对群体有利吗 那你说对于我这样一个个体来说 就是我没有理由非得无私的去奉献 然后想着为种群这个去去谋福利吗 那我就要举一个例子来反驳一下 比如说有一个说谎的人 他跑到一个完全不会说谎的国家里面去 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说谎的人肯定会通过谎言来获得很多好处 因为没有人怀疑他 于是他就渐渐的因为获得了大量的资源 生出了很多后代 而他的后代呢 肯定也跟他一样会说谎了 那么他的这个家族的人数呢 就会不断不断的增加 最后整个国家呢 都变成他的后代了 这不就看起来是 以他一己之力 然后收服了一整个国家吗 这个这个诱惑是相当巨大 但实际上呢 我们分析了很多无性繁殖所带来的好处 比如说节约 可以节约更多的能量 可以保持遗传的稳定性 可以百分之百的继承自己的这个基因等等 就像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说谎者 他所天生自带的各种优势一样 有性繁殖的优势呢 是可以增加种群的多样性 但是这个对于个体 比如说刚才那个说谎者而言 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啊 他也不会考虑那么长久的事情嘛 虽然说他也知道 他一直这样说谎下去 会让这个他说谎的优势渐渐丧失 因为大家都会说谎了嘛 但是个体是非常自私的 他的自私一定会促使他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啊 对 所以说这个看起来 不就是相当矛盾了吗 对啊 就像火箭书说的啊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就是说这个其实已经问到了 个体和群体之间存在的这个矛盾问题了 那么其实这就代表啊 两性的存在 一定是不仅对种群有利 而且也对个体有利 只不过到底为什么对个体有利 我们还没有说到 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啊 这个达尔文主义阵营中 有一个天才的数理遗传学家 他的名字叫拜米亚顿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 叫做红色皇后理论 在爱丽丝尽忠奇遇记中啊 爱丽丝遇到了皇后 他就拼命的跑 但是无论他怎么跑 他都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位置 皇后于是就对他说 你看你啊 现在只能拼命的跑 才能保持在原地不动 这个其实非常形象的解释了 两性在生物当中的意义 性别存在的意义就是啊 要让我们一直处在军备竞赛之中 这个汉米亚顿啊 晚年他特别热衷于研究寄生虫 我们知道其实 即便是再健康的人啊 他身上都是有寄生虫的 而且有很多种 那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啊 这种寄生关系 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一种生物感染另外一种生物 如果我们用无性繁殖的话 那么很容易遭到这种 寄生虫的灭定之灾 那为什么 因为大家的基因是相似的 因为寄生虫 它的这个繁殖 以及它的变异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们生物也必须要拥有一套 能够快速改变自己遗传物质的方式 就必须要跑过它 对 必须也要不断的奔跑 那么两性就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基因的改变 让子弹和我们不一样 那么同样的 子弹在它长大的过程中 它也会遭到寄生虫的感染 或者是侵害 那么它也需要让它的后代 和它不一样 所以整个两性的存在 就是要让生物不断的奔跑 不断的有军备竞赛的资格 所以现在我看出来了 有性繁殖的确好像还是更有优势的 正是因为它才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多姿多才 既有贝多芬 又有爱因斯坦 既有科学家 还有艺术家 也让整个地球上面的生命 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了 这个话题真的是超有意思 我感觉都有点杀不住了 比如我突然冒出来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禁止近亲结婚呢 近亲结婚它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欢迎大家到录个的视频里面去观看